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除了说最近的盘势以外 那在讲一些股票 尤其是最近我们有布局比较便宜的股票 但是也是会有大转机的股票 那其实我就特别提到了 我说其实你说鲍尔嘛 对不对 最近其实你看到全球的股市 尤其是你看到欧洲的股市 来 欧洲的股市 德国已经快逼近历史新高了 法国对不对 早就创历史新高了 法国是创历史新高 我们把月线打出来看 法国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 对不对 前年的历史新高在哪里 前年历史新高在7384点 对不对 111年的1月31号 这个月的历史新高是 对不对 7401 法国 欧洲 俄乌的战争是在欧洲 对不对 他们的能源很贵 对不对 那人家能够创历史新高 那你说啦 这个行情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好奇妙 好难懂 对不对 老师 很多企业在打库存 对不对 俄乌的战争 通膨 然后联准会 包额就常常联消威 对不对 那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我说基本上啦 你只要拜登普丁不要再搞出什么大花样 那再来联准会 他就反正他要打压美股 对不对 他要让美股这样子压来压去压缩 边拉边洗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第一个 AI带动的高阶晶片 这是也不可逆的 对不对 AI受惠最大的是谁 就只有 真的百分之百最纯正的啦 就只有一家台积电 我讲这样有没有道理 你说NVIDIA当然也受惠很大 AMD也可能受惠 Google当然也会受惠 但是都是百家争名 对不对 IC设计那么多家 中国大陆也很多 搜寻引擎大陆也有 百度啊等等的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的Google 或者说你说那个 YouTube 那个不是 对了Google还有 Microsoft我说错了 这次的OpenAI是Microsoft Google收尾比较大 那你Google也要起来啦 不管他们怎么竞争嘛 他们都要高阶的晶片嘛 那高阶晶片要找谁 当然就是台积电嘛 现在有谁能做嘛 没有啊 所以你说如果以正常啦 正常的如果是这样的行情正常下来 台积电应该是至少啦 我认为六百块以上都没问题 如果台积电到六百块你说 台北股市会到几多少点 至少是一万八千点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真的 不要去预设任何的立场 真的 做股票 我常讲你就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未来人类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去找这些好的公司 还在低档的公司 你不要管指数的震荡 指数有时候会震荡 有时候会因为政治的因素 或者特殊的利空 那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对不对 我们是小老百姓 你拜登要说什么 普丁要做什么 那鲍尔要说什么 我没法到啦 这些政客都是这么坏 睁眼说瞎话 但是我们买一些好的公司 他们一直很努力 往未来高成长的方向再走 那你买在便宜的时候 你不会吃亏 对不对 昨天3265 创历史新高 今天再大涨 今天再大涨 我们那时候买在四十几块 今天六十一块半 大盘跌了六千年 你做对产业还是赚钱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不对 导限价的借链 车用电子 也是未来的显学 对不对 今天工长停 我说啦 我讲难听一点 我带会员买的价位 绝对会跟主力成本差不多 不会差太多 大鱼 哪些大鱼 我能够知道的 对不对 未来有肉的股票 肉还很多 这家公司做的东西 这家公司做的东西不错很好 我会带我的会员进去 大盘跌六千点 我们还是可以赚钱 而且这个都没有结束 我可以老实告诉你 这个都没有结束 二三五一的顺德 去年赚多少 六块多吧 五二八五的借链 去年赚多少也差不多啦 五六块 对不对 借链九十二块 顺德几块 一百二十七块 那我当然是选借链 所以有时候真的 股票是这样子 为什么前阵子 去年大盘跌到 对不对 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我说我其实不会说很害怕 我有把握 能够帮我的会员赚钱 能够反败为胜 对不对 去年真的很惨 去年股票很多跌得很惨 但是我知道我们买的产业 是有未来 而且我们买的价位真的不贵 我买股票我一定是要买会创新高的 台新科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 那时候的四九三一新生 我们是赚钱卖掉 对不对 三十几块买 也创历史新高 涨到六十块 一堆人去追六十块 恭喜他们 一五六零中砂 后来也是创历史新高 我们是买七十几块 对不对 对不对 更不用说更久之前 什么新堂 四十几块新堂 七八十块的蓬城 真的 我说我看产业就是这样 我喜欢买在别人美奖的时候 我要的是未来的报纸 那当然了 贵静会告诉你们 对不对 鸿海集团 是我今年的主轴之一 除了合议以外 鸿海集团是我今年的主轴之一 为什么 我会特别选鸿海集团 第一个 鸿海够大 对不对 它全球的布局 全球的资源的掌控 原物料的掌控 全球的布局 是最大的 EMS里面是最大的 那再来呢 那接下来要切入电动车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 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 营收的爆发点 对不对 你可以去买二三一七的鸿海 我说那时候九十几块 对不对 我说你去买鸿海 就像三百七十块的台积电一样 我没有害你 你买的越多赚的越多 十张就赚多少 不错啦 五万块 五六万块 五六万块可以啦 反正你又没有参加会员 对不对 就一年的 超过一年的定存 而且鸿海也没结束 但是如果要拼大的 赴顶 鸿海集团做半导体 对不对 国具跟鸿海私募赴顶 为的是什么 做半导体 做车用 而且他又跟汉磊合作 做第三代的半导体 MOSFI 第三代的MOSFI 这绝对是测用的重中之重 他有没有机会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148块 一定会过啦 我跟你讲一定会过啦 但是到后来可能营收爆发出来 会涨到你不敢相信 对不对 那时候 我代会买 几年前买四十几块新糖 真的我也没想到会涨到两百多块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8523的时候 我是觉得新糖便宜 四十几块嘛 对不对 那时候交加买了日本的Panasonic的厂 有没有 四十几块新糖 真的啊 哇 涨到两百块好 那时候还被 会员念 老师你的股票一个月不会动 没关系啦 不会动 等到动四十几块涨到两百块 对不对 825的蓬城那时候买多少 七八十块 八九十块 对不对 有一个太太来参加我的演讲会 她说她钱都输了 没钱 没钱参加会员 我那时候想一想 我就抱一支蓬城 因为 中美金入主嘛 那IGBT嘛 IGBT也是车用的很重要的元件嘛 真的去年涨到三百多两百多块 也是创历史新高 还原权质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为什么说今年 你就跟我做鸿海集团 我精挑细选 第一个半导体附底 重中之重 车用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2328广宇 便宜 对不对 股价呢 长线的低档区 就像那时候 85 那个 金融海啸的时候 金融海啸你那时候 那时候 对了 民国97年 2008 那时候我带会员社买建汉 那时候16块涨到多少 40几块 那一段 光是这一段就涨了三倍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台北股市 去年跌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我说你的机会来 有很多股票接下来会涨一倍两倍三倍 真的 你看这一次呢 对不对 这次很多 像这些军工股 哇都涨三倍了 当然啊 这个政策概念嘛 对不对 没有就算了 我觉得这种都没有就算了 因为 它不算是比较正统 我讲白一点 虽然是政策股票 但是比较不正统 第一个它也没获利 对不对 你说节能概念股 对不对 最近连中芯店都可以涨那么凶 这个我没想到 以前中芯店我们有做过两次 那都是赚钱出来 没赚多少 因为这股票很难做 中芯店跟牛一样 但是今年不一样 这也是政策概念嘛 为什么 要选举嘛 对不对 总统选举之前 执政党要捞一波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说今年还是做多嘛 为什么今天早上一早 还是在我的会员的抗讯讲 明年一月是总统大选 对不对 总统大选选前有没有选举行情 绝对有 你看这些 本来不会动的股票都用飞的了 中芯店去年赚多少嘛 五块钱 股价一百块 本益比二十倍 你说贵 你说便宜吗 不便宜了耶 对不 以前本益比十倍 人家大家都嫌贵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四十几块做 然后五十几块 六十块跑掉 就很难做了啦 我跟你讲 前年就做过一次了 这边嘛 我印象中这边嘛 对不对 真的很难做 那时候中芯店多难做啊 它是不会死啊 但是股票是很难做的 但是你看今年 涨成这样 涨到都不认识 这叫中芯店 真的不认识 为什么 政策 为什么 要选举 对不对 你说执政党的 那些内支的主力 一定是做这些嘛 那政策做多 好捞嘛 选举经费先捞回来嘛 就像生计股也是 算是民进党 比较 比较多 多的股票啦 生计股一般是这样子 而我说嘛 合一你这边就不要乱做嘛 对不对 不要涨也在那边开心 跌也在那边爱来爱去 都不用 如果说你害怕 你就卖掉 我讲得很白嘛 我常讲真的啊 合一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对不对 这那么多次三百块 你要卖 都可以 总比你买一些航运股 有的没有好 还跌很多 对不对 你就像现在卖也不会赔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知道的 最正确的资讯 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你也不用来问我 我说实在 你不加入会员 不要来问我 我讲得很白 因为这两年太多的酸民了 我已经受够了 网路上一堆假达人 网路上一堆酸民 我再好心都没有用 对不 好心有雷金嘛 人不要做得那么 对不对 合一 这边谁跟你讲要拿到台湾药症 只有我 这边谁跟你讲要嘎空的 只有我 跌 对不对 跌下来每个都在那边酸 对不对 这边呢 美国的衣产 我也告诉我的会员 会过 对不对 跌下来反正很多酸民 我都无所谓 我只是告诉你 不要被骗就好了 不要去 什么指标参数 软体什么划线 都假的 股票 我昨天还教你看那些隔日冲 你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没跌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 美股大跌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没跌 我问你 因为土城熊林昨天没有出干净 今天为什么日金光跌 对不对 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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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在谁的手中 技术分析 我说自从有了隔日冲之后 很多东西都失真了 你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什么 依靠是这家公司的未来的发展 对不对 能够依靠说这股票里面这个大鱼 在想什么 人家的目标在哪里 画线没用 参数 被嘎 连连电都还被嘎 我真的是 醉了 对不对 拿什么 成熟自成的利空 这种东西小朋友都知道吧 报纸都看得到吧 但是你不尊重筹码 还是一样被嘎 对不对 那连勇怎么办 空单怎么办 今天还那么强 对不对 那连发科呢 对不对 空单有赚钱吗 好像也没有吧 对不对 乱做一通 胡说八道 乱做一通 股票不是只看线 不看指标软体 指标软体都是落后 这阵子大盘的横盘 多少老师追高 每天股票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参加大会员 你自己都很清楚 不对就停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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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到一屁股 大盘 大盘还创高 你在这盘整的时候 你输到一屁股 我真的也是罪了 我早就告诉你们这些东西 那你贪心的没办法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做股票很简单 第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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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未来 你尊重产业 现在就是AI 未来就是AI 就是电动车 那电动车什么股票便宜 对不对 什么股票可以买 我公开的给你 我都不怕了 对不对 那时候买广雨的 他认赔活该 对不对 我讲南电也活该 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活该嘛 对不对 你买这边卖这边 人家今天在这边 你也是 放着你也是赚钱 对吧 爱乱做活该 那种人死不足惜 我讲白一点 我这个人就是坏蛋 我不像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 戴个眼镜湿湿纹纹的 每天笑嘻嘻的 你看我节目我常在骂人 对不对 对不对 航运股200多也都一直在骂你们 叫你们不要买 为什么 有时候是为你们好了 没办法 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 对不对 电动车里面太多零组件 你要买真的关键 真的关键 那接下来就是鸿海集团 从无到有 玉龙都涨到天上了 对不对 你鸿海不会动 你富顶不会动 你广雨不会动 就现在这些代工的订单 如果出来了 当然鸿海集团绝对受惠最大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股票是很有趣的 没动的时候不会有人 不会有人跟你推荐 等到涨领板创新高的 每个都在讲 每个媒体都在讲 那时候你买有多少肉 可能没有多少肉 可能人家要出货 对不对 可能人家要出货 就像这个嘛 这个叫3162 我四十几块告诉你 现在应该五十几块 对不对 对 对 精确五十几块 最高还六十块 我是这边告诉你的 对不对 这叫什么 立凯第二 小鹏概念股 是不是 我想我讲的都是未来的东西 你看创意 我老是告诉你我没有 但是我四五百块我是带会员买 对不对 转到六百块我就叫你先买一趟 后来利空跌下来 这波嘎空 反正放空的活该 你要便宜的你就买威胜 然后你就买威胜 对不对 要不然像这种车用AI很便宜 过去一百多块 现在四十几块 他有没有机会 对不对 我想我其实我股票就很简单 我要布局的股票给你的时候 我一定是用月线给你 为什么要用月线给你 我给你看你现在买的位置 跟主力的成本差多少 对不对 一档股票在长线的低档区 三四十块的乘业一 你买他你有什么好害怕 大户主力大股东 他不会比你便宜多少 对不对 当然你说大股东当然便宜 人家成本比较低 但是你说主力呢 不一定比你便宜多少 但是是有未来的公司 对不对 那时候在这边 我说合一第三 三四十块 我现在真的 长得我也都不认识他了 长到这个头信 都感谢头 这个头信真的很厉害 涨到六十八块又给我买一千六百张 真的是好厉害 你都跟着我买在这边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觉得 这头信也是蛮厉害的 但是 我就喜欢这样的股票 我就喜欢带会员买这种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 一样嘛 中砂第二 再来这档 创意第二也是一样 我喜欢买这样的股票 如果你喜欢去追高的 天天赚的老师 请便 指标参数软体都很厉害 请便 天天涨天板 每天都赚赚赚赚赚赚赚 被嘎了都忘记了 不知道 我只能请便了 但是你真的要想买底部的 底部买多才能赚大钱的 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对不对 我说其实会费不是重点 就像合一一样 会费是重点 你有十张合一的 你有五十张合一的 你有一百张合一 会费绝对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边的大陆的要证 或者说 医财的授权 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是不是 你如果想要更了解 我想全中华民国的分析师 就只有我最了解 其他涨的时候都有合一 跌的时候都不简单 我可以告诉你 你加入会员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 你讲的动了一天 会费都好几倍了 对不对 你说 光是这个 有人买很多很多 超过会费多少 你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 会费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自己的心 当然你要快的 对不对 你要去会 天天追强的老师 你不要来找我 你喜欢天天追涨你吧 你不要来找我 你想每天都快快快换来换去 股票换来换去 你不要来找我 我不会这样做 我说实在 因为 什么盘可以追 什么盘不可以追 或者什么股票可以追 我还是要去考虑 对不对 因为会员的钱 比我们自己钱更宝贵 我们不能说 一天当充个十几次 然后拿对的出来讲 甚至手续费没扣 手续费扣来可能还赔钱 对不对 这样也敢讲 对的给他放大 赚多少赚多少 真的够了 这投顾太多这样的人 现在连网路也一堆这样的人 你们自己去选择 你如果喜欢布局低档 能够赚大钱的 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尤其当然 你想了解何一 最真实的 资讯的 不要客气 真的 何一是很好的公司 但是 它是很多的挑战 对不对 你真的没信心 你自己去做准备 你如果真的没信心 你就卖一卖 对不对 不用那么辛苦 如果真的想了解 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因为毕竟 如果合一成功了 当然 不可限量 像今天有一个新加入的 年轻人 也是很优秀的人 对不对 他也要 后来他也跟我聊天 他也要 他也要合一的终极目标 我也跟他都跟他讲了 很清楚 他也是很高阶的人士 我说我的会员 包括很多高阶的人士 各行各业的 会做合一的 基本上 气度都是很大的人 我讲的很白 如果那些领便当的 什么 哀哀叫的 那些就算了 对不对 跳梁小丑 我说实在 你真的会做合一 合一这么辛苦的股票 会做合一的人 气度都很大 你如果没那个气度说实在 你不要做合一 真的 这勾表也会把你磨死 对不对 但是 他有他的利基 有他的未来 你想更了解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业 或者说你想布局低档的 对不对 低档的股票 真的起来都会不得了 好好把握住机会 不要追高杀低 行情好得很 甚至我都看到明年总统大选 但是指数一定会震荡 也没有那么顺利 但是股票不一定 对不对 该他的就会 他够便宜 你看这个 这个就够便宜 那时候为什么叫一些 清代的留一些 对不对 你看也是有震荡 但是留的也对 你看留的创历史心刀 对不对 我就让他让主力表演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像这个也是一样 就让主力表演 我说实在就是让主力 我们不是主力 但是我们买的不贵 真的 那都是有未来的股票 就说你说这个 这跟德威比也是不贵 对不对 这个也不贵 这都有未来 不是吗 底部买的越多 所以到时候喷上去 你赚的越多 对不对 你可以赚几百万 上千万 都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大进大出 这个你买一百张 两百张 五百张 这都不怕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反正那时候 陈叶仪很多人会害怕 因为没人听过 对不对 三四十块钱 你买 反正会害怕 但是有人真的听我的话买很多 真的涨上去了 是不是很开心 股票是这样 低档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没信心 等涨上去了 每个都想追 也不用了 对不对 我说真的股票很多 你看像连这个飞鸿 对不对 最近也很凶 是电动车 台迷私募在四十块 现在五十四块钱了 你负顶 也是有私募题材 对不对 所以股票是要多面向 不是只有一个技术面 指标参数 什么布林通道 什么波浪 什么K线 那都假的 主力大鱼在哪里 大鱼的成本在哪里 对不对 这家公司够不够好 未来的成长状况如何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筹码面 产业面 技术面只是参考 还有散户的心理面 这也很重要 好不好 有合一的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那当然你想布局低档的 长线不管是AI 或者说台积电相关的 或者说你说 对不对 创意第二 这起来 尤其这档我是看得最好 这个起来真的不得了 现在是很烂 所以股价才这么低好不好 了解我的意思 现在是很烂 业绩不好 但是做的东西很好 所以才那么低 但是等它真的起来 因为这个未来是大需求 我只能这样讲 你有资金的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特别的优惠 这边来说 要买股票是要买未来的报纸 特别的优惠 强赚班 好的把握 祝各位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